三母伊基下第五章第五节 在希伯伦作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 没错原来大卫他一生当中神最纪念的 就是大卫按住自己的生平 按住自己信仰的原理去创办大卫会获 他知道人是一个非常投入神敬拜赞美 不是听敬拜赞美 是在非常投入敬拜赞美之下 圣家同座是不会激杀他 所以他建立了大卫会获 他设立了24小时日以计夜在神面前去敬拜赞美 他在祭司体系之外 他设立了24小时的诗歌班 他开始作很多诗歌诗篇 在圣所里唱 这个完全是摩西的时代没有的 但是同样是摩西的时代 你有没有留意神的同在 完全没有放大在当时以色列人 但是大卫的时代神的同在 不单止放大在大卫身上 也放大在以色列的国家身上 导致他们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导致他们在神的面前得到大大的祝福 至今无不成 是不是? 原因就是原来大卫将他自己生平的历练 他自己的人生当中的信仰 是以会莫的形式去建立出来 所以大卫的会莫 其实是代表了大卫的人生 大卫的信仰 而会莫就好像代表了身体一样 原来大卫会莫给我们一个教训 我们是怎样用这个身体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这个身体 去变成神的电 变成神的会莫 而变成神的电 变成神的会莫当中 究竟你的电和会莫是哪个级数呢? 是真正的摩西的会莫 那你有神的荣光 如果你是真正大卫的会莫 那你也会放大神的荣光 如果你是所落门的圣典 那你就会赚取了这个智慧 神所给你战无不成 前无古人的智慧 明明圣经想教什么 这个就是整个新约的核心 他说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电 明白吗? 他说到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会莫 那你这个会莫 究竟你在这个会莫里面 你是听敬拜赞美 还是你是去敬拜赞美呢?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让这个身体 你的手是能够结症 能够真正投入去敬拜赞美呢? 所以如果你的信仰越高 你的敬拜赞美 就能够将神灯光放得越大 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家的侍奉者 仍然是那句 我不是说你是神的家的侍奉者 你就一定是有足够的能力 有更的因高 不是 你是神的家的侍奉者 你比普通人更加白白的付出 你是可以在神的家里面 真的做牛做马 但如我所说 就是你白白付出又做牛做马 的时候对于爱邦人来说 对于不法的人来说 我正是埋怨 正是投诉的好机会 但这些人不会 这些人在这些工作当中 责任当中 压力当中 他们面对的亏损 他面对的所谓不着数 他面对的所谓叫做吃底 或者面对这些责任 差不多拖垮他们 或者甚至可以说 在生活当中 去吃了他很多的时间 或者利益 但这些人 当他们的埋怨 当他们的猪仔 当他们的问题出来的时候 他一一结症 明白吗 顶尖你做平信徒 你是很容易 说风凉话 坐在那里的人 是很容易 说风凉话 跌倒的人 他很容易 把自己都做不到的标准 加住你的身 纯粹痛苦 但我想让你知道 我现在是在说 信主的人 而我在说 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看真理 是要别人做 而不是要自己做 而这个喜不适 就是很多 未跌倒之前的记忆 他回到整个家 都是这样 听我听 牧师说到 但永远不会 自己和别人分享 我相信 2012的信息 让我们完全夹身 这个看法 但也有很多人 他们在侍奉的时候 他们敬拜赞美 都是人家弹 他自己不唱 但我想让你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要夹身 无论在任何时间 包括你侍奉的时候 侍奉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导致 你的猪仔 你的缺陷出来 记住 这些缺陷出来的时候 正好是机会 你去改了这些暴躁 改了这些忘乱 改了这些大义 改了这些武佬 让你是温柔 良善 恩慈 拥有智慧和策略 这件事做得不好 不要每次都好像 我是这样的人 我是大义的了 我是乱尽的了 建立一些策略 建立一些的习惯 洗到神的家 不要有时间上的浪费 或者物件上的浪费 明白吗 当你每一次去改变的时候 你就是 经过一个关口 就是这个同海的关口 你越来越像一只结症状的牛 你的牛腿是被结症 你的内藏是被结症 我想你知道当这样的时候 你发觉 你自己的谎言吐告 不单只是敬拜差 我说的是谎言吐告 因为现在正在针对 就是神一家的侍奉者 你利用侍奉 使你成为一个更原备的人 更好的人 更好内涵的人 你的谎言吐告 你会发现 功效是大到 令你想象不到的 三个义记下第五章 第五节 在希伯伦作 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作 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 在壳ç相背后 千古永远变盖 在每一天 都冠写陈兽 主张时许主张 借线知真相 厚窮神恩 在我心 奴奴黑記在我陵内 使清互惠罪我 让我得借盖 主大爱心一事历世不改 不识偏及千代 与我永恒恋系 信实不纽现真爱 神心因永采不透阔似海 天与地不及圣灾 传让我生命满上祝福见爱